女人看到男友和另一个女人亲密的照片 要知道他们现在可是火遍伦敦的迎评伴侣 晚上演出后 巴巴拉质问克莱夫为何脚踩两只船 可他却忽略了头顶的收音器 他大骂对方是出轨见人的脏话 被全场的人都听到了 此事也轰动了伦敦 光明传媒负责人泰德完全不听巴巴拉的解释 他认为一个女明星在观众前粗口是无法原谅的 他勒令巴巴拉从今天起停职 巴巴拉双眼饱含泪水伤心的 将公卡递给泰德后离开了公司 男权社会下人们一面鼓吹男女平等 一面却又无情地践踏着女人的尊严 非常有经验的克莱恩安慰巴巴拉说媒体会搞清真相 这是只要熬过眼下这段时间就行 可糟糕的是前几天巴巴拉拒绝了西春的邀约 如今导演已经找到新演员 克莱恩说你现在不能出去工作 因为泰德已经对外公布你得了传染病 记者将巴巴拉家围的水泄不通 对于他核实重返舞台的问题 父亲也只有跟着撒谎 原本事业冉冉上升的编剧们 却因为巴巴拉被停职 他们也无法展开新工作 他们纷纷指责克莱夫管不住自己的老弟 sophie straw she's a goddess where the fuck do you get off lecturing me about relationships if ted sergeant knew about bill hanging around in toilet he'd shut down the whole fucking charge oh leave bill alone oh says the man who so confused about which way to swing he can't even get his own 托尼生气比尔的大嘴巴告诉别人他和妻子的秘密 两人又纠缠在一起 丹尼斯好心拉开了他们 可这边还没停 克莱夫又说出丹尼斯的妻子和怀特贝特有一腿 四人扭打纠缠在一起 比尔和托尼拉住要还手的克莱夫 三人以难以想象的姿势拧成一团 比尔突然掏出了匕首 幸亏托尼劝住了他 可正当他俯身放下匕首时 生气的克莱夫原本要给他一拳却打在丹尼斯脸上 丹尼斯缓了一会才起身 这场闹剧才算结束 马吉建议巴巴拉应该去工会投诉 但安大递给巴巴拉自己的公卡 也鼓励他去争取利益 第二天巴巴拉洋装打扮走入光明传媒 丹尼斯从窗子里一眼认出了戴着假发的巴巴拉 他拦住巴巴拉叫他不要轻举妄动 丹尼斯 可我要帮你 我只是希望让Ted知道 这些人都在管制 对吧 来吧 哎呀 正当他们下楼时都碰到了比尔和托尼 编剧们理解巴巴拉的委屈 他们期望他能早日回归 百货公司里几个女孩拿着巴巴拉被开除的新闻 和马吉嘲笑她的愚蠢 随后她还在报纸上画上不雅的图案 马吉问起为什么同为女人 就不能对另一个女人友好一些 马吉将一女符倒在对方头上 她看不起这些女孩天天独八卦还要嘲笑个人 完全就是落井下石 克莱夫被众人声讨 甚至出租车司机都劝她应该照顾好巴巴拉 她也知道自己做的是并不体面 她不仅伤害了巴巴拉 搞得她丢了工作 现在整个团队也处于瘫痪状态 她主动和大家说对不起 丹尼斯接受了她的道歉 其他人也纷纷原谅了她 然而被克莱夫捅破妻子丑事的丹尼斯 却再也无法装作无事 她说我知道你和弗能在一起 但伊迪斯问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吻过我 多年的感情似乎完全枯竭 两人最终撕破了脸面 最近佩西总是收到一个女人的来信 她一直以巴巴拉母亲的口吻希望她回信 克莱恩却认为她大概是疯子 巴巴拉不该因为这样的是疯心 但佩西还是藏起了对方的来信 苦闷的巴巴拉回到了黑池的家 然而记者依然经常堵在家门口 问她何时复工 不得已巴巴拉只能装成老奶奶出入 她戴上姑妈的帽子 穿上过时的大衣 拄着拐棍驼杯的样子 俨然一个80岁的老太太 甚至连前男友都没有认出是她 另一边丹尼斯做出让步 如果妻子愿意回头 他们就继续安稳的生活 然而妻子却完全不想这样 克莱恩找到克莱夫说 目前报纸还没有公布你出轨的照片 因为他们想趁机额你一些钱 但如果你和巴巴拉可以破镜重圆 你求婚的话一切都会反转 克莱夫知道巴巴拉对她的态度 两人是不可能和好的 实际上这么多天来 克莱夫和其他女人在一起 心里也依然想着巴巴拉 泰德启用了另一个演员加入了短剧 原本丹尼斯并不同意 但他提出这个演员加入后 才有机会让巴巴拉复工 丹尼斯只有妥协 但在新人结束表演后 泰德却反悔了 他表示丹尼斯并不是因为工作本身原因 要叫巴巴拉回来 丹尼斯直接提出了辞职 这次丹尼斯要彻底为自己活一次 他摘掉了婚戒 拿着鲜花来到黑池 然而在火车站却碰到了克莱夫 克莱夫说我之前是很混蛋 这次他是来和巴巴拉求婚的 丹尼斯顿时泄了气 他随手将花地给路人后 离开了黑池小镇 克莱夫确实给了巴巴拉一份意外的惊喜 所有人都重新回归光明传媒 但泰德提出你们虽然订婚 但以后不能再有花边新闻 大家都想要看到你们的真正回归 一切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可巴巴拉意外 从佩西口中得知 克莱恩曾经去找过克莱夫 然而克莱恩却表示并没有这么回事 等巴巴拉走后 佩西说他觉得这件事很恶心 毕竟克莱夫是被逼才这么做的 他的根本目的只是让大家重新复工 佩西拿出巴巴拉母亲的来信 按照上面的地址 他写下吉姆与巴巴拉演出的邀请函 这几天排练前 巴巴拉听说了丹尼斯要离婚的事 丹尼斯只能和他说了实话 可伊迪斯的要求却很是搞笑 巴巴拉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晚上克莱夫带巴巴拉出席了名人俱乐部的活动 这里有很多明星的照片 摄影师还让他站在照片前摆起夸张的动作 巴巴拉完全不适应这里 他扔下克莱夫逃离了俱乐部 第二天克莱夫说起你昨天不该那么早就走 大家都玩得很嗨 他还提出周末朋友邀请他们去乡间别墅度假享受气宜的时光 可巴巴拉表示我只喜欢待在排练室里 那里我才感到安全放松 他渐渐感到或许自己根本不喜欢克莱夫灯红酒绿的生活 晚上演出开始前克莱夫和巴巴拉说出那天 他在黑池火车站碰到拿着鲜花的丹尼斯 今晚的剧情是巴巴拉梦到了一件超赞的事 梦中的女人能做男人可以做的一切 吉姆让他先把厕所的水管修好 谁知巴巴拉不仅没有修好水管 反而让家里遭受了水灾 最后吉姆上场却已经无法收拾 演出结束后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巴巴拉突然走到摄像机前 他聊起小时候我觉得我无所不能 我以为我能做足球运动员或赛车手或者飞行员 我问了我父亲为什么女人不做这些工作 他说因为他们不能站起来 巴巴拉讲起之前我以为父亲在开玩笑 但直到我长大后 我经常听到别人说你不能 这不是女人能干的工作 所以大家看到了 我现在也讲笑话为生 丹正宁给你了巴巴拉热烈的掌声 随后他邀请了编剧上场 看到巴巴拉并未挽着自己 而是紧紧握着丹尼斯的手 克莱夫内心波澜起伏 此时他才知道自己真的爱上了巴巴拉 散场后一个女人却迟迟不肯离开 巴巴拉认出了自己的母亲 她以为对方是来要钱的 但母亲却表示 看到你在台上我非常骄傲 其实母亲这么多年也过得并不好 她没有成家依然是一个人 巴巴拉痛苦不堪 她从小就没有了母亲的陪伴 而现在母亲只是简单地说 我只想看看你 让你也看看我 伤心的巴巴拉喝了不少酒 这时泰德走来指责他说 是我让你演出 你才有机会站在台上 可你现在却越来越自不量力 巴巴拉一转身 却被克莱恩挡住去路 他指责巴巴拉现在过于狂妄 泰德可不是小喽喽 他是光明传媒的老大 可回到家 却看到克莱夫来自美国的邀请函 他们正在写一部新剧 想要克莱夫主演 他认为这是一个极佳的发展机会 他想带巴巴拉一起去美国 可巴巴拉却坚定地拒绝了他 巴巴拉明白这段话意味着什么 这无关真爱 而是一个男人在维护他最后的尊严而已 他亲吻了克莱夫摘到婚戒后 黯然离开 最近几天发生的一切都让巴巴拉始料不及 他异常困惑该如何处理和母亲的关系 一夜之间丢失了工作 没了经纪人 男友也要离开 似乎一切都回到起点 但马吉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 如果没有母亲当年抛弃你 你也不会这么愤怒 不会搬到伦敦 你有可能只是一个黑池小姐 也许现在正是你迈向新篇章的转折点 没有了巴巴拉 泰德也取消了丹尼斯团队的工作 然而丹尼斯信心百倍 他说伦敦还有更好的地方 他要和竞争对手好好谈谈 果然没几天风声就传到了泰德耳朵里 竞争对手给丹尼斯团队开出的条件相当不错 他们已经在谈合同 正当泰德要秘书打给巴巴拉电话时 他却自己进了办公室 另一边丹尼斯接到了新公司的邀请 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巴巴拉 才知道他去了光明传媒 泰德主动和巴巴拉道歉 他提出会给吉姆和巴巴拉换个男主角 巴巴拉签了合同后去找丹尼斯告诉他 团队又可以开始工作了 他们在公司楼下遇到 丹尼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公司合作 两人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2023年英俊妙女郎在男女主的拥吻下结束 此片背景为多姿多彩的伦敦六十年代 巴巴拉从黑池坐拐笨堂的女工 成为伦敦家喻户晓的喜剧女明星 他不折不扣的北方幽默不可或缺的 开创了新情景喜剧的一部分 这个节目也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都对英国喜剧产生了影响 他重新定义了大众对于幽默女性的普遍态度 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自己 同样他也有常人没有的好运 永远支持他的社友 自己忍受病痛让女儿寻梦的父亲 和愿意帮他开天辟地的丹尼斯 克莱夫独自去往美国 因为他明白如果继续吉姆和巴巴拉后面 他会沦为巴巴拉的陪衬 虽然姑妈对巴巴拉总是冷言冷语 然而当巴巴拉得知母亲离开他们后 是姑妈一直照顾父亲 做饭家务甚至自己一生为嫁 全是为了这个哥哥 巴巴拉也理解了姑姑对她不满的态度 是对自己一生饱含委屈的申诉 谁说男人不喜欢幽默的女人 幽默感意味着情商和智商的双结合 她们不会有太多争吵 恼人的情绪也能被她们轻易化解 她们思维灵动不粘质 眼中清澈有光芒 试问哪个人会不喜欢这样一个乐观幽默的女孩呢 今天会和大家一起期待《妙女郎》第二集的上映 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 关注我 好片不迷路 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